给白傻的买瓜子去 逗傻子玩呢 人家本来就傻 你还他妈逗人家 傻子不就是让人逗的吗 傻子不是人呢 傻子不是爹妈养的 傻子活该他妈让你逗啊 这是东北某市八十年代黑道组织出目惊心的发展历程 1986年的夏天 从老山前线退伍的男人 回到了这个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此时兄弟们早已经等待多时 等他的三位战友是提前复原的 他们退伍后以为永远地离开了战场 却不曾想这座城市 未来二十余年的腥风血雨也就从这里开始 兄弟们先把他送到家里 晚上要给他接风 他看着破旧不堪的老房子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 父亲和三姐刚好在家 爸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父亲虽然很淡定地简单说了几句话 但是从表情可以看出他十分想念儿子 然而就当三姐给赵红冰倒水的时候 发现他的右手少了三根手指 赵红冰把青春献给了部队 同样也把身上的零件留给了部队 三姐担心赵红冰没结婚就变成了残疾 父亲却很淡定地说道 话虽然很平淡 其实父亲更心疼儿子 晚上好兄弟 好战友聚集在了一起 说起当兵时的各种光荣事迹 当提起在老山打仗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还能活着回来 赵红冰说既然有幸回来了 那就要干一番大的事业 他们喝完酒回家的时候 赵红冰碰到了他人生中最爱的女人 旁边的一帮小混混正在欺负学生 身为当兵的他们觉得混混打架就是小儿科 便上前阻止小混混的斗殴 小崽子你得罪错人了 我大哥陆伟 小混混被眼前的四个退伍兵气势吓到了 然而赵红冰还不知道 他这次的打抱不平 得罪了当地有名的大混子铁路帮的陆伟 没过多久他们就各自找到了工作 赵红冰被父亲安排到了银行上班 费赐给工商局的领导开车 李四则在政府里做勤务员 而小季不愿意被约束 自己开了个废品收获站 也算是都有了正经的事业 日子过得还算安逸 这天红冰陪银行领导吃饭 酒桌上领导花着工款喝的五迷三道 身为军人的赵红冰实在看不下去了 但是碍于面子没说什么 没想到领导还没醒酒 就开始安排晚上的酒局 你们就行这么糟蹋国家钱呢 红冰啊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 李叔可不愿意听了 那你中午就没得喝酒啊 我去了 是啊 那你已经没糟蹋国家钱 我下次不去了 哎呀 对啊对啊对啊 你爱去不去 你们这帮猪虫 你个小兔崽子 你是什么样东西 你说谁呢 我说你呢 你们这帮群 一脚狠狠地踹在了领导的肚子上 就这一脚赵红冰踹丢了人人向往的工作 同时也踹出了他今后人生的发展历程 另一边他们酒后打抱不平的那个小混混 已经找到他的大哥陆伟为他报仇 赵红冰自从踹了领导以后丢了人人向往的工作 无所事事的他每天只有躺在家里 然而这天他在街上碰见了许久未见的好兄弟 他带着眼睛看似文质冰冰 可狠起来赵红冰都自愧不如 日后他的江湖地位已经超越了赵红冰 有人说如果他们不是兄弟 赵红冰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没错他就是张岳 并且张岳还把自己的兄弟介绍给他 那就是吹牛罪行 打架罪怂的孙大伟 都是年轻人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 晚上他们来到酒店吃饭 赵红冰又带来一个一起当兵时的好兄弟 介绍完他们就坐下来一起喝酒 从这开始在座八人的命运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就当他们喝得正开心时 门口闯进来一帮小混混 他们是想找赵红冰报仇的 结果被张岳一茶杯给打跑了 混混走后孙大伟说道 这孙子 他陆伟的人 我跟你说最近这个陆伟的铁路帮啊 其实确实挺横的 到处呜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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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孙大伟提议在座各位结为兄弟 这一刻这座城市有史以来危害社会时间最长 名气最响亮的黑社会团伙诞生了 这天好兄弟们在集市上闲逛 赵红冰又看到了人生中最喜欢的女人高欢 结果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脚 混混实在受不了小北京的那张破嘴 伸手就向小北京打去 可他哪是对方的对手 直接被撂倒 这时混混的大哥走了出来 双方一言不合就打在了一起 很快就把混混们打跑 可赵红冰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帮人是成名已久占据东郊的二虎和三虎团伙 短短回到这座城市几天 就已经连续得罪了当地两大黑帮的温审 没想到他们在医院看病又碰到了一起 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打了起来 幸好非四合小北京的及时赶到 才让战斗占据了上风 回到家里他们坐在一起总结今天的教训 今后出门不能落单 避免二虎和陆伟他们来报复 并且出门一定要佩戴武器 今天之所以吃亏就是没有武器 没过几天小北京就要回北京了 兄弟们十分舍不得 现在的他们无所事事瞎溜达 却在学校门口看见了孙大伟 他死皮赖脸的约会喜欢的女孩 可人家女孩根本就不搭理他 孙大伟也没有死心 直接跑去学校威胁女孩 没想到孙大伟的一顿死皮赖脸 成功地把女孩约到了 并且女孩还把好朋友也一起叫来 见到高欢赵鸿斌十分开心 张月也遇到了守护他一辈子的女人李阳 有了女孩子的加入他们玩得十分开心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死对头找到了这里 赵鸿斌率先跟了上去 刚才你们那里谁骂我来着 我骂的 你骂的 你是谁 赵鸿斌 哦 我认识你 我弟弟跟你是同学 张月根本就不惯着他 直接一刀把陆伟的嘴巴扎个透心凉 陆伟是被这刀吓破了胆子 但碍于面子还是放出了狠话 叫他们明天中午在南山决一死战 回到家里兄弟们开始商量对策 毕竟面对温神陆伟 他们内心还是有些畏惧 孙大伟示意跟陆伟和谈 遭到其他兄弟的反对 决定扳倒陆伟在江湖上 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二天兄弟几个带好家伙 早早来到了南山 不料他们等了很久 只见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 谁是赵鸿斌 你谁啊 我陆伟邻居 陆伟呢 陆伟呢 反正来不了了 陆伟让我把这个给你 原来只是让小孩子过来送纸条 这次陆伟确实是被张月吓怕了 从这以后江湖上很少能听到陆伟的名字了 开始门头做起了声音 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张月拯救了他 要不然陆伟不是罗死街头 就是进了巴黎子 很快这场战斗传遍了整个黑道 赵鸿斌的团伙因此也有了名气 可这只是解决了温神陆伟 后面还有东郊二虎三虎的团伙等待着他们 当月二话没说 上去就给了他一酒瓶子 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惹了大麻烦 张昊然在本市的实力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温神陆伟和二虎三虎等团伙在他面前都是垃圾 这天二虎拘留被释放 就当赵鸿斌与孙大伟在屋内准备歌曲 打算唱给心爱的女人听时 二虎找了过来 刚好看见正在收费瓶的小记 二虎为了抱在医院被打之仇 连续捅了小记几刀 小记强忍着伤痛找到赵鸿斌 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 这时除了小北京所有的兄弟都赶了过来 大家简单地商量了一下 决定晚上去二虎家替小记报仇 不料这个决定还是太年轻了 二虎他们早就在家埋伏好了 就等着他们上门来找 结果来的人都被用枪逼着跪了下去 二虎一声令下他们被砍得到处是伤 回到医院里打算伤好了就去找二虎报仇 因为在赵鸿斌为首的团伙 直到最后都没有吃亏果 这次是唯一的一次 身为侦察兵出身的李四等不及了 他与费四商量一下 当晚就去二虎家报仇 这次他俩没有冲动地冲进去 而是选择在门口埋伏 等了很久机会终于来了 二位退伍军人硬是挑断了二虎的手筋脚筋 然后连夜坐车就离开了这座城市 二虎也因为这次受伤改名成了二瘸子 这段时间陆伟和二虎都先后受伤 赵鸿斌团伙日子过得相对也比较平静 他们经常跑到学校里跟喜欢的女孩约会 然而就在他们唱歌的时候 一名同学进来找高欢 可看到高欢跟赵鸿斌们在一起玩耍 顿时猝一大发 毕竟他喜欢高欢很久了 但高欢根本就不怎么搭理他 他下定决心找个机会好好教训一下赵鸿斌 可他还不知道高欢已经和赵鸿斌基本确认了恋爱关系 中午他们来到医院探望小祭时 看见一个披肩散发的女人蹲在那里 赵鸿斌鼓起勇气上前踢了一脚 无论赵鸿斌怎么解释大姐都要他赔偿医药费 结果走到门口时碰到了死对头珊瑚 赵鸿斌终于找到了出气的机会 上去就给珊瑚一顿乱踢 没一会珊瑚的小弟也都跑了出来 这时小祭听到动静也赶了过来 没想到珊瑚那么多人被两个人打得到处乱窜 直到被赵鸿斌逼到急诊室躲了起来 赵鸿斌逼到急诊室躲了起来 你给我滚出来 新赵子 你他妈打够了没有 你他妈再不出来我打死你 赵鸿斌想把门踢开 不料把鞋子掉了进去 三虎 你把鞋给我 我不打你了 我一出去 你他妈肯定还打我 我说不动手就不动手 三虎是被赵鸿斌彻底打怕了 很快小祭就康复出院了 兄弟们在酒店给他接风 这时李武进来说二虎没有报警 李四和费四就不用跑路了 这个消息也让赵鸿斌不用整天担心被抓了 这天晚上赵鸿斌他们又来学校约会 不料门口闯进来一帮人 一板砖就给他拍晕了 醒来的时候他已被带到了警局 警察询问了几句就想把赵鸿斌拘留 幸好郑伟走了进来 他跟赵鸿斌的父亲认识 这才把赵鸿斌给放了 原来打人的是他的儿子颜春秋 他质问父亲为什么放了赵鸿斌 结果被打了一个嘴巴 然而这个嘴巴让颜春秋脸面失存 他下定决心必须要报此仇 事实证明颜春秋确实做到 在今后的十余年里 颜春秋就是赵鸿斌的噩梦 很快李斯费斯听说没有被通缉 拉着小北京就回到了本市 他们这次在酒桌上没有讨论打架 而是选择以后如何挣钱 一直这样打打杀杀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久后赵鸿斌和小北京 在火车站门口开家旅店 小季则带着刚事业的李斯李武和费斯 做起了文物的声音 刚好李武的叔叔是这方面的专家 小季他们便拜师请教 就当他们喝酒正高兴的时候 一位江湖大哥走了进来 然而这位江湖大哥是他们惹不起的人 单纯的三姐哪里知道男人说的是什么意思 结果到了晚上男人们气冲冲的来找三姐 原来他们是把房间里的女人当成了小姐 实则这个女人是老板赵鸿斌的朋友 因为赵鸿斌的一次心软 让这个女人深深地爱上了她 并且死皮赖脸地要住在赵鸿斌的房间 赵鸿斌也很无奈离开旅店让三姐帮赵看一下 没想到来了几个混混欺负三姐 幸好小北京回来得及时 打得几个小混混满地找牙 如果三姐不拦着 小北京能把他们打死 在小北京心里即使自己被欺负了都可以忍受 唯独三姐不容别人欺负 女人小静直到都是自己惹出来的麻烦 她再也没脸在这里待了 但是她内心始终深爱着赵鸿斌 直到后来赵鸿斌在最困难的时候 是小静帮她渡过的难关 时间过得很快 高欢马上就要高考了 赵鸿斌和高欢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 周末这天他们一起来到公园放风筝 不巧的是碰到了张浩然 她什么都没说上去就捅了张越一刀 张越强忍着疼痛把刀拔了出来 反手硬生生把张浩然弄死 不可一世的张浩然就这样死在了大街上 因张越属于正当防卫 并且弄死的还是危害社会多年的混混 最终还是被判了两年的劳改 这件事很快就被传开了 同时高欢的母亲找到了学校 不知道她从哪里知道高欢正在和赵鸿斌谈恋爱 还对着老师劈头盖脸的一顿指责 认为是老师在学校没有看好自己家的孩子 并且还找到赵鸿斌的父亲 让他儿子离高欢远点 课堂上老师指桑骂怀地把高欢劈斗一顿 忍受不了的高欢给赵鸿斌写了封信 就这样两个人居然私奔了 没有赵鸿斌的这段时间 李武费四等人开始到处收文物 可收了很长时间都没啥收获 其他人都打算放弃了 只有李武还坚信可以发大财 带着几个小弟就来到农村挖掘文物 刚好两名警察办案路过这里 一眼就看出李武是个假货 最终李武什么都没挖到不说 还被已偷到文物罪判了七年 现在团伙八人已经入狱两人 赵鸿斌也因为爱情私奔了 剩下的五人整天都无所事事 小北京每天坐在旅店门口给人家讲评书 讲他和赵鸿斌在老山前线打仗的事情 这时三姐来到了旅店 小北京看到了三姐眼睛都直了 急忙把听众都赶跑了 三姐 听说 你要离婚了 我这刚结婚 你去揍我离婚是吧 和潘大静这小子 他妈在这儿制造谣言的这是 这不害我白甘心一场吗 我离婚 你开心什么呀 三姐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我天天坐在这旅馆门口 迎来送往是阅人无数 我觉得 比高欢长得漂亮的 就三姐一个 贫 你再贫 再贫我撕了你张嘴 你撕你撕你撕 来 牡丹花下子 我做鬼也风流 来 贫贫贫 走了 就在三姐刚走没多久 潘大静带个美女来到旅店开房 不料还没结束 几个混混气冲冲的来到旅馆要人 本店不允许带烧火棍进来 来找个人 没你的事啊 兄弟 小北京根本就不让他们进 本旅店的理念是 住在这里就必须保证人身安全 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谁 刘海柱 什么柱 就小北京这张破嘴不打起来都怪了 可混混根本不是小北京的对手 没几个回合都被撂倒了 被打的小弟找到大哥为他报仇 干嘛来了 刘哥 看他进去跑了 我以为多大事 一个娘们儿跑了 你再找一个不就得了吗 不你这脑袋我搁哪儿整呢 还留完打呢 姓山 这他妈怂子 走 刘海柱要去找小北京报仇 抖你帮我小皮条 谁先动的手 我 禀瓜你他妈长能力是吧 哥 我生气 把刀给我 快点 三匾瓜你给我记住了 小神跟红冰是我兄弟 他们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 原来三匾瓜的女友被别人带到了赵红冰的旅馆 得知此事的三匾瓜来到旅店要人 结果人没有到还被小北京一顿毒打 咽不下这口气的三匾瓜找到大哥刘海柱替他报仇 刘海柱见兄弟被别人欺负 直接来到旅店找到小北京 大侠刘海柱是最讲理的人 他认为小北京说的没什么问题 便说等潘大庆出了旅店通知他一声 另一边赵红冰的父亲不忍心让高欢错过了高考 把三姐叫来让他通知赵红冰的兄弟们 假如赵红冰打电话来就说高欢的母亲病重了 让他们赶紧回来 随后三姐就找到小北京告诉了他父亲说的话 然后又来到孙大伟这里 并且还从他这里拿走了一本颜色的书 看来美女也喜欢学习文化 然而三姐刚回到医院的时候 发现躺在病床上被扎的小季 原来就在前几天小季去收文物 在老人那里发现了一个宝物 便以很低的价格收了进来 可小季不知道 另一位江湖大哥也收了一块同样的宝物 但是听说只有两块放在一起才会卖很高的价格 大哥手下黄老破鞋不知道在哪里听说 另外一块就在小季的手里 大哥李老棍子立马带人就找到了小季 开始李老棍子非常客气地要买那块鱼 他想凭借自己在江湖的地位下倒小季 然后以最低的价格买过来 可小季见他给的价格太低就蜿蜒拒绝了他 李老棍子看软的步行直接来硬他 我告诉你 今天我一共带来了两份钱 都是渣渣新的大团局 一份五百张 一份一千张 你想要哪份 他加进来也才一万五啊 你他妈傻逼啊 你听不明白啊 很明显李老棍子就是名强 还说以后见到小季一次就打他一次 你当我姓季是从小吓到了 李老棍子没有再说废话 上去一刀扎在了小季的肚子上 小季见情况不对撒腿就跑 此时的赵红斌带着高欢也回来了 老父亲没有责怪赵红斌 只是告诉他这样的错误不允许有下一次 父亲走后三姐告诉赵红斌小季被捅了 他立刻来到小季的病房 这才得知是西郊成名已久的李老棍子干的 随后赵红斌叫来所有兄弟商讨如何报仇 毕竟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不敢跟李老棍子当面火拼 赵红斌怕李老棍子的人来医院捕刀 每天都安排兄弟轮流守护小季 这天赵红斌和李四陪小季的时候 全是最大的装逼犯来了 小季兄弟啊 你好啊 我拿碗 你是 毕人姓黄 你叫我黄老哥就行了 江湖上都是这么称呼 黄老哥 咱们认识 四海之内接兄弟嘛 那谢谢啊 因黄老破鞋装的太投入 根本没有发现屋子里的赵红斌和李四 还在要买小季手里的那块宝物 结果被赵红斌叫了出去 接着就被一顿社会毒打 就你这破鞋玩意还拿出了混 吓我谁呢 回去跟李老棍子说 没钱买鱼就别他妈妈 随后就被赵红斌薅住头发往外拽 幸好三姐看到过来为他求情 不料都被打成熊猫眼的黄老破鞋还不老实 你怎么还敢瞄我三姐 又被赵红斌一顿拳打脚踢 然而就连住院他都不忘装备 我是承熙黄老鞋 轻敌遭到生死结 有遭一日伤好后 脚踏满身都是血 好 你个装笔犯 早晚还敢 是呀 老五 两个星期之后 你和老鞋多带点弟兄 带着枪 先砸了他的旅馆 再废了他的 而赵红斌这边知道李老棍子肯定会来报复 可现在他们的团伙人数太少 如今两个在监狱一个还在住院 如果硬碰硬必然要吃亏 突然小北京想起一个人 就是之前来找自己报仇的刘海柱 于是他们来到了修自行车的地方 你这是带人找我茬来了 不不不 你老拿个班子说话怎么意思 我有意思怎么的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小北京急忙上来说好话 显然刘海柱还在念念不忘之前的事情 赵红斌跟小北京说就是被打死也不用他帮忙 这话一出成功勾起了刘海柱的兴趣 就这样三个人来到饭店喝起了酒 几杯酒下渡赵红斌说起了当兵的事情 刘海柱一听他们也当过兵 聊得就更开心了 就这样刘海柱同意帮赵红斌一起收拾李老棍子 很快高欢考上了大学就要走了 赵红斌整天就跟高欢黏在一起 这天黄老魄血来到了旅店门口 此时的孙大伟正在门口唱着歌曲 被过来的混混一棒子打晕了 小北京健壮急忙冲了出来 却被老五用枪顶住了脑袋 当得知赵红斌不在旅店 便想拿小北京出气 可小北京哪能被这破枪吓到 就当两个人撕霸的时候 小北京被旁边的小弟扎了一刀 愤怒的小北京一把把枪抢了过来 这才把老五他们吓跑 这时孙大伟也醒了过来 急忙就把小北京送到了医院 然后又跑到火车站 找到正在送高欢的赵红斌 赵红斌听小北京出事了 匆匆忙忙地跑到了医院 等小北京度过危险期时 他又跑到火车站送高欢 可这时的高欢坐的火车早就发车了 很快小北京出院了 他们找到刘海柱一起商量 怎么找李老棍子报仇 以大侠风范的刘海柱说 直接约李老棍子约架硬碰硬 不成想小兄弟在厕所里打了起来 他们听到潘大庆的惨叫赶了出来 刘海柱想用以牙还牙的方式 把自己的小弟三扁刮断了 赵红斌见状急忙阻止了他 刘哥来到医院探望受伤的潘大庆 他把全部都给了他 就连医生看见都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很快约李老棍子打架的时间到了 他们双方来到大桥上 就要动手的时候 桥头来了一辆警车 吓得他们到处乱窜 好在这些兄弟没有一个被抓 事后他们听说是李老棍子怕了 找到他的警察表哥来帮忙的 虽然架没有打起来 晚上还是要请各位兄弟喝酒 不巧在酒店刚好碰到了黄老破鞋 赵红斌他们正愁着没地方撒气呢 不幸的黄老破鞋又被一顿胖揍 突然这时李老棍子带人来到了饭店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直接打了起来 群殴中赵红斌为了救费四 自己的肚子被捅了一刀 此时刘海柱也带人赶了过来 他看见赵红斌身受重伤 没心思再跟李老棍子废话 直接让他们滚蛋了 去往医院的车上 小北京哭得像个孩子 他们的感情太深了 他宁愿受伤的是自己也不希望是赵红斌 因为在老山前线的时候赵红斌救个他的命 经过抢救赵红斌没有什么大碍 这让兄弟们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赵红斌住院的期间 老五带着兄弟来医院补刀 谁是激东海 激东海隔壁 红斌 李四你老夫主人不到 老五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然而听到小记的那喊李四早就准备好了 他躲在楼梯口几枪就给老五打跑了 后来老五伤好了知道那天开枪的是李四 于是他带着兄弟来李四家里找他报仇 结果没有找到李四 却找到了李四的哥哥 不讲武德的老五把李四的哥哥打了一顿 得知此事的李四找到赵红斌说要报仇 赵红斌说等他伤好了一起去 可李四已经等不及了 他多方面地打听到老五在旅店开发 李四就在门口等了很久 终于等到了老五 李四上去就给老五一顿板砖 硬生生拍掉了他的满口牙 从这以后老五慢慢地退出了江湖 很少能有人听说老五的任何事情 再次听说老五名字的时候 那应该是和张悦的小弟讲门神的赌局吧 连续损失几名大将的李老棍子坐不住了 他要找赵红斌报仇 你哥们给我哥打了 我来跟你要人来 你来跟我要人 你交还是不交 赵山河还是低估了大侠刘海柱的实力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棒子我一棒子相互对口 打到最后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自从李老棍子捅了赵红斌以后 李四单枪匹马费了他的手下老五 李老棍子说继续这样打下去肯定会闹出人命 便吩咐黄老破鞋去跟赵红斌们讲和 而赵红斌团伙听说李老棍子主动要讲和 便派出最能吹牛杯的孙大伟去谈判 就这样本是两个最爱装杯的人碰在了一起 一场经典的文学盛宴就从这里开始 最终以小学生的四个典故而告终 孙大伟的文化功底还算不错 连续说出 小马过河 小山羊吃草 和小猫钓鱼三个小学生课问 而黄老破鞋憋了半天 只说出了乌鸦喝水 很显然上小学的时候孙大伟学习更好 这也是孙大伟近些年装杯唯一胜出的一次 再次胜出时都是多年以后的一场赌球了 高手总是寂寞地在装杯的道路上 孤独求败心中的寂寥又有几人能及 从这之后日子总算是平稳了 他们开始研究正前的出路 赵红斌和小北京准备开一家饭店 这时李四走了进来 想在图书馆里开个台球厅 但是现在手里的钱不太够 赵红斌一听立马叫小北京拿钱给李四 就这样李四的台球厅便开得起来 可安稳的日子还没过多久 二虎的小弟就来闹事 被李四的小弟王宇打跑了 没过多久他就找二虎来到台球厅 进来就把王宇按到地上一顿乱踢 这时李四回来制止了他们 还认识我吗 二爵子 金街好了 还行吧 知道今天我来干啥了 原来二虎今天是向李四要医药费的 其实二虎还算个人物 自己被李四飞四弄成了残疾也没有报警 他向李四要点医药费还算合理 于是李四找到赵红斌商量这钱给不给 可赵红斌认为这钱不能给 因为现在他们很注重自己的名望 如果这个钱一旦给了就相当于怕了二虎他们 二虎听说不给钱 带着兄弟就来到了李四的台球厅 把李四飞四等人堵在了屋里 就这样二虎以人多的优势战胜了李四 并且把李四和费四的手巾也挑了 终于二虎把仇给报了 医院里赵红斌有些自责 毕竟是他的决定让李四费四受的伤 他跟小北京对视一下 便找到三匾瓜这里拿枪 接着就连夜来到了二虎的家里 凭借当兵的专业素养潜入了二虎的房间 结果找了半天发现二虎根本没有在家 出来的时候突然门口的方向走过来一人 小北京明文不乱地说道 现在二虎没有找到就已经打草惊蛇了 赵红斌和小北京决定就在门口等他回来 等了很久二虎终于回来了 没过多久刘海柱来到医院探望兄弟们 然后说二虎托人找到了他 并且还拿了三万块钱的医药费 想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赵红斌一听刘海柱都来说情了 这仗说什么都不能再打了 在住院的这段时间里 小姬整天泡在护士站里勾搭小护士 孙大伟也得到了护士的芳心 而费四的妹妹喜欢上了李四 他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这天三扁瓜带着兄弟们去吃饭 调戏饭店的服务员 不成想饭店是另一位江湖大哥陈卫东开的 我叫陈卫东 你打听打听 这边谁不认识我姓陈的 没想到虎逼朝天的三扁瓜还没意识到危险 他似乎没有听说过陈卫东的名望 三扁瓜前脚刚走 陈卫东就叫人把表弟赵山河找来 此时的赵山河正在和毛秦约会 完事后就来到市区找到三扁瓜 按在地上一顿乱踢 被打后他来找大哥替他报仇 而刘海柱已经和赵红冰喝多了 小北京听说兄弟被打 决定单枪匹马去找陈卫东报仇 陈老板 你不认识我了 陈老板你好健忘啊 你仔细地看一看我 冷不丁的小北京一拳就放倒了陈卫东 然后按在地上一顿摩擦 就在要走的时候赵山河走了进来 第二天陈卫东听说打他的是刘海柱的朋友 为了和气成才这件事就算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惹不起刘海柱 可表弟赵山河根本不怕 说什么都要去报仇 却被陈卫东给拦住了 当赵山河见到情人毛秦时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毛秦也说刘海柱不好惹 打算找人一起去收拾刘海柱 于是毛秦找到了李老棍子 可现在的李老棍子一心就想赚钱 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不会管 便直接拒绝了毛秦的请求 然而这一切都被黄老破鞋看见 作为一个装备犯 他怎么可能放弃这个好机会 毛秦就这样被他成功骗到了手 就这一次黄老破鞋就深爱上了这个女人 最后他们还真的成为了夫妻 同时在本市做起了最大喜悦中心 有了黄老破鞋的加入 赵山河有了底气直接找到了刘海柱 可刘海柱根本没有惯着他 最终两个人打架都没得到便宜 三匾瓜见大哥被打 带着一把喷子就去找陈卫东 不料在饭店碰到了死对偷土豆 两个虎逼互相指着对方 不成想三匾瓜开枪打死了土豆 因为这件事甚至把赵红斌也牵连了进去 被踢伤的赵山河通过情人得知 打他的是刘海柱的朋友小北京 然后便去找正在修自行车的刘海柱要人 因此两个人便打了起来 最终他们都没有占到便宜 互相都受伤了 然而这时装备犯黄老破鞋来到刘海柱面前 他想趁着刘海柱受伤好好的装下背 没想到刘海柱满血复活了 拿着菜刀追着黄老破鞋砍了他几十刀 从这以后黄老破鞋深知自己不适合混江湖 多年以后跟最喜欢的女人毛情结婚了 并且在本市开了几家洗浴中心 但是爱装备的癖好还是没有改变 最后和赵洪斌他们也算是成了朋友 这时得知大哥被打的三扁瓜 找到赵洪斌借摩托车 他想去找赵山河为大哥报仇 可来到饭店的时候不巧碰到了死对头土豆 两个虎逼拿起枪指向对方的脑袋 最终三扁瓜没有顶住压力 率先开枪打死了土豆 然后丢下赵洪斌的摩托车就跑路了 等警察抓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 他很感谢警察找到了他 要不然很可能会饿死在街头 很快警察就通过摩托车找到了赵洪斌 经过调查这件事和赵洪斌没有关系才放了他 然而这一切都被高欢的母亲看见 他哭着请求赵洪斌离开高欢 要不然就死在赵洪斌的面前 赵洪斌虽然很舍不得高欢 可想到自己的脑袋都是别在裤腰带上 便下定决心跟高欢分手 这天李老棍子找到刘海柱 他想为死去的小弟要点钱 虽然刘海柱现在有钱 但都是一分一毛辛苦挣来的 刘海柱本想拿些钱出来给土豆的父母 可听李老棍子威胁自己很不爽 便告诉李老棍子回去等信吧 分手后的赵洪斌也没什么事 他想来找刘海柱喝酒 这才得知李老棍子才来找过他 回到饭店赵洪斌和小北京喝了起来 这次他想为刘海柱报仇 毕竟刘海柱为他付出了太多 赵洪斌故意把小北京灌醉 然后回到家里拿出多年未用的匕首 去医院的路上赵洪斌想了很多 他知道这次会是什么结果 但他想到没有了高欢 瞬间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 来到医院他找到李老棍子的房间 此时的李老棍子早在房间准备好了 不料赵洪斌进来就给了李老棍子几刀 事后赵洪斌来到高欢家的门口 他想最后再看看心爱的女人 然后父亲和三姐带着赵洪斌来到警局自首 父亲没有责怪赵洪斌 赵洪斌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次是他跟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等他出来的时候本市江湖已经发生改变 那个时候除了李武还在服刑 其他的兄弟都已经混得风生水起 尤其是好兄弟张月 已经成为了本市最牛杯的江湖大哥了 古典流氓时代 就此终结